看华府新闻,小华府大事,这里是华府新闻节目 本节目由美国开市达商业地产集团冠名赞助 春节的脚步已经渐渐临近大华府各类春晚庆祝活动也已拉开序幕 浙江同乡会浙大校友会春节联欢晚会今晚在马州开明照片的速度精彩上 总导演曹宁华一人扛下三个节目和浙江一代二代组合带来的开场舞好日子 一下引爆了现场的热烈气氛 两位美国姑娘带来的芭蕾柳青娘则把中国文化和西方艺术巧妙结合在了一起 浙江同乡会各位理事们无奇的彩茶无曲 让人仿佛置身于浙江的深水风光中 亡男的乐剧《红楼梦串烧》和浙江博士组合的京剧《智取微虎山深山问苦》 博得了观众们一轮又一轮的叫好声 这二代美少女组合的舞蹈《大红枣儿》 以及Emma Tosh的独唱《我和我的祖国》 丝毫不逊色于大人们的演出 哈维太极健身俱乐部的太极表演和少林寺传统功夫文化中心的武林风 更是完美展现了浓浓的中国风 曹宁华导演还献上了结束曲 我们见面又分手 给正常晚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晚会现场座无虚席 200多位浙江老乡和亲朋好友们出席了这场热闹的聚会 中国驻美大使馆领事易彭远应邀出席并致辞 他与浙江同乡会梁瑞联会长为浙江同乡会秋季摄影大赛颁奖 并颁发了浙江同乡会特殊贡献奖 主办方和赞助商们也为观众们提供了丰富的奖品 咖啡机 面包机 精美瓷器 观众不仅节目看得热闹 更是满载而归 看华府新闻 向华府大使 华府华语记者赵正义 马周报道